继续来种花 这次要种的就是第一个死菌子 你别看它现在这么一点点大 它长起来会非常的快 而且它是会爬腾的 更重要的是它会开出非常漂亮的花 这个花的味道很好闻 有点像这个芝子花的味道 又有点像这个茉莉花的味道 而且它的花期很长 我买的这一颗它是带这种很严重的土 我已经把它泡软了 现在就去给它挑个盆 这个死菌子它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大小就要根据你对它一个需求来选择 如果你是想让它长得非常大的话 那你就要选择大一点的花盆 而我是想让它长一面墙 那么我就不用选择太大的 我就选择32厘米的栋根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死菌子它喜欢这种肥沃透气排水性好的土壤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 两份田圆土加三份核砂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 先在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有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来把这个死菌子去掉一点这个圆土去 可以带一点 继续加土 并且用来把水晶泥粉 把水晶泥都放下来 如果我们可以带一点 这个水晶泥 太大了 这样子就能够放下来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再把它搬去缓凉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两三天左右就可以 这盆死菌子种下去已经一个星期了 大家看它的状态多好 长了很多新芽出来 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一个花架上面来养 到时候让它爬这一面墙 这个底下每天大概可以晒到四五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这个死菌子来说是可以满足它的生长和开花 当然如果光照越充足的话 它就会长得越快 开花越爆 另外它的话不怕热 但是非常的怕冷 如果温度低于零度的话就非常容易冻死 所以北方地区的话冬天一定要搬到室内去养 我这个地方的话冬天温度不会低于零度 所以我可以让它爬墙 我就会把这剩下的状态 就不会太花了 然后好吧 就会放进去 然后我们需要马上融如果有 иск养 就会放在那边 那么容易可能 就会先过去养 有点 和